Hello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新东西 这个神牛叫R1 R1这样的一个LED灯吧 你可以看到前面是一个LED灯的阵列 讲实话就是这种LED灯啊 最近出的比较多 可能是卖的比较火吧 大家就是一窝蜂的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神牛的这个LED灯做的怎么样吧 那顺便我们也就是比较一下 我之前觉得非常不错的 这个我们陈文杰老师的这个 柏林P1这样的一个灯 因为好像这两个灯价格差不多的样子 首先呢它的这个体积 你可以看到是比较小的 就是大概就一个手掌大小 所以如果你带出去的话比较便携 那有时候可能需要补卸光 那随时掏出来就可以使用 那相比于这个P1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体积大概是小了一半 所以呢在便携性上 你可以把它就揣在兜里面用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厚度的话 你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厚的 大概有个1.5倍厚 反正是这样的一个体积 你可以看到它后面有增加这些厚度 其实呢是因为里面是有一个 磁石的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吸到一些 能够吸引磁铁的一些表面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其实跟爱图室的那个灯 其实差不多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支撑感的话 想要去放置在一个地方的话 可以用这个磁铁 但是如果没有金属的表面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用了 不过呢 正是由于它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实际上它的功率是比较小的 神牛这个灯呢 正好因为体积正好小一半 所以说它是一个 6.6瓦的一个输出的功率 所以在这个灯光的强度方面的话 如果全开的时候 肯定是不如P1了 怎么讲呢 P1这个灯啊 我在外面用的时候 你再打一些氛围光 或者是光线比较差的情况下去 补光的话 能量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这个光线的能量 小一半的情况下 那这个神牛R1的灯 可能适用场景就没有那么多了 比如说你想要在一些光线 比较弱的情况下 补光的时候 你有可能发现这个灯 放的比较远的位置的时候 能量不太够 那如果是放一些氛围光的话 周围其他的副灯光 比较强的时候 它的氛围光的能量 如果也达不了那么高的话 可能也会影响画面的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体积更加小巧 所带来的也有好处 就是它是更加的便携 但是它也有缺点 就是因为功率没有办法做大 所以这个就是看各位 平时自己 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功率 我个人觉得 对我来说 可能这个功率是不太够的 官方说在功率最大的情况下 是可以用1.5个小时的 那我在外面去用的时候 发现确实差不多吧 因为它体积正好小一半 Boling P1的话 我用的话 用两三个小时是应该可以的 所以说它续航 还是稍微差一些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圆形的设计 大家有没有感觉 比较的似曾相识 对 其实它这个口径的大小 正好是跟 我们之前讲过的神牛V1 那个闪光灯的尺寸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RE这个LED灯 是可以用神牛V1 所附带的一些拍摄的附件 大家如果对这些附件 比较感兴趣的话 欢迎去看我神牛V1的这个节目 但是我要说明的一点 就是由于它的能量比较小 所以其实那些 所谓的附件光效什么的 相比于闪光灯 那么一次闪光能量非常强的 在那个功率来说 其实用处不是特别大 所以虽然说你可以用 但是我用起来觉得 也不是非常的大 旁边的话 这边有这个USB-C 这是充电的地方 还有一个这个裸口 你可以正常接三脚架 或者是延长杆 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本身这个东西 就是个圆盘 所以不像这个P1 它有这样一个 非常好用的支架 如果你想要去扩展的话 还是用这个标准的裸口 会比较好 USB旁边的话 就是一个开关 打开以后 它就可以亮了 对吧 没什么好讲的 然后在这一侧的话 主要的就是一些控制的 拨盘和按钮了 你可以看到 现在是在这个CCT 这样这个模式 就是一个标准的亮度的模式 左侧这边就是调整亮度大小的 这没什么好讲的 在这个液晶屏幕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 一个非常实时的反馈 包括电量 以及现在这个色温 色温的话 可以通过右侧 这边一个拨盘来进行调整 这没什么好讲的 不过在这个亮度的控制方面的话 相比BOLIN P1 我觉得是稍微差一些的 主要是差在什么地方的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个亮度 如果是0 它打到1的时候 它有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变化 没有一个非常微弱的 这个1的亮度 但是BOLIN P1的话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 如果你是从0这边打到1的话 你看到吗 它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微弱的 看到吗 有个非常微弱的亮光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拍一些 弱光环境的话 这个控制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 P1做的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是关于色温的调节 大家可以注意看 我每次拨动的时候 它是调100的色温 但是如果我长时间拨动的话 大家注意看 它会有个非常长的停顿 然后再迅速的进行一个色温的调整 看到没有 它会等很长时间 再开始迅速的去增加这个色温 我感觉这个控制的不太好 应该来说 就我稍微拨动一点 等一会儿 它就可以来进行色温的调整 并且这个色温的调整的速度 也不要这么快 否则的话我就很难 就是非常准确的去定位到 我想要的一个色温 这时候我还要去小波动 才可以调整到 我可能想要的一个色温 在这个使用的体验方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P1的话 它的这个色温的 最开始的这个延迟会比较短 并且它这个色温变化 也是比较的慢 比较合理的 你就可以比较轻松的 去定位到你想要的这个色温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使用体验上面的话 可能是神牛的 这个里面这个程序写的 并不是那么好吧 有待改进 反正是这边USB-C的话 据说是可以更新里面的固件 希望神牛之后 可以来增加一些 这方面的使用的体验 因为我觉得 这个小东西经常使用的话 这个使用体验 一定要做的比较好才可以 然后最右侧 这边的按键 就是来切换其他的模式 比如说色相模式 那HUE 你就可以在这边调整色相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色相的调整也是 你需要波动 等很长时间 它才会快速的去调整这个色相 这个控制的话 我觉得是跟刚刚的 色温的控制是一样的 然后如果你想要调整这个饱和度的话 你是可以按中间这个按键 来把这个指示灯转到下边来调整 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一个 使用体验 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操控 左侧这边是调整亮度 那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调整1的亮度 它就会突然会比较亮 在一些弱光环境下的话 可能这个亮度 你会觉得并没有那么的弱 有些时候可能会影响 比如说氛围光的渲染等等 这个就是一个色相模式 最后就是所谓的特效的模式 特效的模式的话 相比于柏林P1的话 这个神牛真的是比较用心 它总共内置了十几种 反正这边有很多 按中间这个按键的话 是切换当前的 这个子特效的一个模式 有不同的这个变化 然后拨动这个开关的话 你可以看到 总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模式 什么蜡烛 什么车灯 什么警笛 还有这个模仿 这个叫什么 Fireworks 烟花等等 还有SOS 如果你在外面遇到一些困难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报警 星光 这个是什么 Discord灯 然后闪电等等 这边有很多的特效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只不过就是一些程序性的东西 但是我要讲两点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大家注意看 这边13是有一个音乐的符号 这个音乐符号是什么情况 大家看一下这个USB-C这个接口 旁边是有一个小黑洞的 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是一个麦克风 所以这个13这个特效 它其实是一个 相当于我这边发出声音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只要一讲话 它这边的LED灯就会亮 相当是一个声控的显示 它就会根据你的声音的大小 会变成不同的色相 如果声音讲的比较小的话 它就是黄色的 如果声音比较大的话 它就会变成红色的 反正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有用 一个是 因为它的麦克风是在机身上的 还有可能你这个灯放的 离你比如说出声的位置 不太近 很可能周围会有一些 其他的噪声 那么这个灯具体亮什么颜色 就不太好控制了 还有可能会被别的声音所影响 所以我觉得 反正我自己用下来 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特别大的用处 还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把这个主灯关下 大家注意看 我现在切换的是色相循环的模式 大家有没有注意一点 虽然说它这个LED灯的色相是在循环的 但是它有点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它可能从一个颜色 它会跳到另外一种颜色 再跳到另外一种颜色 它的过度就是不是非常的平滑 但是如果我把柏林P1这个灯 大家可以看到特效的模式 它其实也有色相的循环 你可以看到柏林P1这个灯 它的光线的变化的时候 是比较的平缓的 你看非常的柔和 对吧 但是神牛这个灯 你注意看 它的变化就是非常的跳跃 所以个人觉得 可能这样的一个跳变 对于需要这种色相平滑变换的场景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东西 它其实也就是里面程序的问题 如果之后神牛可以更加的 去注意一些这些小细节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 操控体验上面的东西 更新一个固件 肯定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神牛R1 这样的一个便携的LED灯 的一个使用的体验 价格我是不太清楚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看看 如果你觉得 刚刚我讲到的这些东西 可能对你来说是比较实用的 比如它有十几种特效 或者是它的体积比较小小 那如果你的价格合适的话 就可以